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的主題是櫻花蝦炒高麗菜 前面影片中我們已經把整顆的高麗菜處理成四分之一顆的大小 這部分很容易的所以都不再做教學了 相信各位同學都會真的有問題的話我們再請攤主處理 那現在我們來開始改刀 這一步目的就是要把高麗菜改成我們可以炒比較容易入口的大小 首先要從梗開始切除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菜梗比較厚 慢慢往上長就比較薄 所以我們可以從中間把它切成兩半 好接下來這邊把它切成適當的寬度 那我會建議說差不多切這麼寬就可以了 再寬下去比較不好掌握 那太薄的話就會失去口感 就照這個寬度吧 那接下來菜梗的部分 下刀的時候呢稍微往有梗的地方下刀 不一定要對得很精準 但是至少說我們都要畫得到 這樣子炒開的話比較快爽 那這樣就可以把高麗菜切的平均大小差不多了 在流動的清水下跑十分鐘就可以了 好那麼在洗菜同時呢 那我們現在為各位做個簡單的技術摘要 那第一點呢 鍋要熱 家用爐火相對供熱速度是比較慢的 所以勢必要讓鍋子保有足夠熱能 讓在炒菜過程中 溫度不會降得太快 第二點呢 水要少 水會讓鍋子降溫 所以只要一丁點水 沿著鍋邊下去 讓水蒸氣快速的加個食材就好了 第三點呢 不用熱油 這點有點顛覆各位一般的印象 那我們鍋子已經夠熱了 油在這裡是搬飲的保護的作用 讓菜能不會過勞 那接下來現在選一支鍋子吧 那我們這次就用這支生炒鍋吧 蒜頭帶筆壓開就好了 再去皮 我們再切掉 接下來很重要啦 分量怎麼抓 這個也是一個經驗上的累積啦 有一個建議是這樣 用你固定的容器去衡量 那我們最好的工具就是手啦 以我的話 我通常啊 抓一把高粱的分 我們炒菜的過程其實是很快的 那這過程中呢 你還要兼顧調味 要兼顧到火火 其實對行手來講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我 我有個建議是 先調味 因為這過程非常快 它不至於讓你的蔬菜脫水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先撒鹽 先調味 炒的時候呢 它就會迅速溶解在菜料裡面了 調味很多人也不知道說 我到底要撒多少 有些人說 一匙 半匙 幾茶匙 食譜 上的教了一段堆劑量 那這是不是真的我們需要的 還是說你每次都要去量呢 那我這邊有個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 食材平均展開呢 在表面上撒一層鹽 就是一個基本的調味了 表面一層就可以了 這個是有基本的味道的 我們先做一次基本的炒高麗菜 使用油 水燒絮 筷子 我習慣筷子炒菜 鍋子加熱到冒起鹽的時候就可以下油了 然後蒜頭接著下 它也下 水捲著鍋邊倒進去 接下來開始快速的翻炒 要保持高溫就不要把菜一直停留在中心點 一直往外推再不停的熟進來 可以看到現在水不停的在蒸發 表示溫度非常高 如果不會翻鍋的同學 可以把菜一直往外推就可以了 往外推收進來 一直不斷的重複這些動作 菜就可以均勻的炒熟了 好 完成 起鍋 一道清脆又爽口的高麗菜就完成了 接下來進入主題 把櫻花蝦也加進來 冷鍋冷油 用小火慢慢煸櫻花蝦 等到櫻花蝦全煸透了 用濾網擺油 濾起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出 脆的櫻花蝦跟蝦油 取出剛剛不知道是這第幾盤的盤子 大火熱鍋 加入蝦油跟大蒜 像我這樣子一起下也是可以的 毛利桑 水 稍微翻炒一下 加入一半的櫻花蝦 開始炒吧 快速的翻炒 一樣向外推收進來 重複著向外推收進來 有把握的同學也可以嘗試著翻鍋 向前推畫一個弧形而已 如果翻炒好沒關係 至少還有一半 好 完成 炸上另外一半的櫻花蝦 完成 高麗蝦的爽脆和櫻花蝦的濃厚風味 都同時呈現出來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簡單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有問題的同學 一樣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會繼續做回復 把社群功能現在開啟了 我會持續做更新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請按讚、分享、加訂閱 也請開鈴鐺 我會持續做更新 我是Chris 下次見